欢迎参加《旧日网上行》 我们今次是第二集 在网上行我们是去不同的地方 去到圣经的世界 去听听别人的观点 我们不要硬是把我们自己现代人的观点 套到圣经身上 其实你想一想 网上行是一个超时空的旅程 我们回去以前 地理、考古等等的资料帮助我们 去到古代圣经的世界 我们先听听以前的人在想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 不要觉得古代的人未开发 没有文明 我们现代人就不同了 这个想法 就是希望在网上行内 我们能够改正 听听古代圣经世界 神借助他们来去 启示他们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了解 上帝今时今日会跟我们说些什么 感谢感谢观看 有一次他比对过近东的起源历史 近东很多时候有些神话 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记载、文献 他们的技术手法、讲的主题 往往都有与圣经相似的地方 但是你再想一想 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圣经就是跟当时这些近东的神话 来做对话 甚至做一些争辩 我们叫他做批判、评论 或者是一种辩证、一种polemic 即是说要跟他们争辩 要去抵抗或者抗衡他们的想法 我们读《创世记》一至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上一次提过说可以算是一种近东的起源史 Protohistory 主要是讲一些世界观 或者去处理一些人生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等等 第一样处理的主题就是宇宙的起源 这里是处理到底神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过近东的创世史诗 我们知道里面讲到神灵未创造这个世界之前 有一个神灵的大战 巴比伦的神赢了 他就杀死了邪恶的水神 就把水分成上下 然后宇宙按照这个想法 本身是邪恶的 正邪是不断来斗争的 所以每年都要做多一次 每年都要打多一次仗 人之间亦是彼此的斗争 创世基提出批判 他就说神创造一切都是好的 宇宙原本就是有神的同在 甚至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圣殿 第二方面提到的主题就是人类的起源 人的本质 都可以问我们自己 都可以问我们自己 都可以问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尊严 都可以在哪里来的 有些近东的文学 很多时候都是讲到神灵 因为是多神论 五时花六时变 又被自己去打斗 被自己去斗争 你最好就是拜对那个神 如果不是你就走衰云了 人类为什么会被做呢 就是神灵想做一些奴隶出来 你都可以去服侍他们 因为神灵也有自己的需要 他会肚饿 初一十五 你就要上香 你去喂饱他 希望他能够祝福你 创世基提出争辩 一章第27节 神就照着神的形象 自己的形象来做人 那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这是一个很革新的思想 他说到每一个人 整个的人类 都是有神的形象 代表神去管理大地 第二章我提过 修理看守原子 是祭司君尊的即使 即是说 不只是当时的君王 才可以说我们是天子 我们才是神的形象 整个人类都是神的形象 男女平等的 有尊严的 是抗衡当时的文化 第三个主题 就是处理苦难的起源 生老病死 特别为何会有死亡 这些自古以来 我们人都是在挣扎这个问题 就算我们现在21世纪 我们有高科技 有文明 是否更加幸福 可能某程度上是 但本质上是否 本质上是否现代的人 更加有智慧 生活得更加有尊严 我们很清楚是否 现在面对疫情 社会政治很多动荡 无论东方的世界 或者西方世界 你说 是否生活就是幸福了 一年多的疫情 我们看到天灾 甚至这个疫情 大部分都是因为人禍 疫情里 全球人被迫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死亡 苦罪的问题 是死亡的问题 近东的文化 是怎样去回应的呢 在古代近东的世界里 有一个神话故事 叫做Gilgamesh Epic 基加美斯史诗 当时是非常流行的 因为我们找到一些 koneiform tablet 这些涉型文字 是刻在泥板上 很多地方在中东、近东 是找到的 比如巴比伦 巴比伦 亚术利尼米城 敘利亚、伊玛、伊玛、伊玛 这个古城 远到西面 土耳其北边 客人帝国的Boheskoi 那里都找到 Gilgamesh Epic 那些泥板碎片 甚至去到以色列地 米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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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都找到一些文士 在当时 古代的时候 抄写这个故事 这个Gilgamesh Epic 到底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在南米索 北大米亚 这个Uruc的地方 有一个王 他叫基加美斯 他多年去到欺压他的人民 人民叫苦的时候 神令回应 做了一个野人 叫做安基道 安基多 这个本身是一个赤身露体的活物 野人 之后 他就变成了文明的人 住在城市里面 穿上了衣服 不再赤身露体 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 于是安基多和Gilgamesh 不打不相识 成为好朋友 之后这两个朋友 就去到处历险 古代的故事 有些历险故事 就表明英雄的偉大 但在这个历险故事当中 最后安基多 就不幸死了 于是死亡 就很困扰Gilgamesh 这个王 基加米斯 他就决心 要四处去找 长生不老的药 他去到海极之泉 最后 他找到一个死不去的先人 这个先人叫Unaqpeshtim 意思是 He who saw life 他经历了生命 因为连大洪水都没有死 于是他先成了 这些近东的故事 常常提到上古之年 就是神领 就无端端 就降大洪水 去到掩抹大地 就是是人命如无物 谁知有其中一个神领 就向Unaqpeshtim 就去通风报信 他就做了一只船 然后逃过这个大难 他就成仙 这个Unaqpeshtim 就去指示基加米斯 海底有一个仙草 或者Magic Plant Magic Tree 就像生命树 你吃了就会长生不老 这个Unaqpeshtim 结果就真的在海底的树 他就找到这一棵生命树 但是谁知 无意之中 他就眼睡 睡着的时候 就被蛇偷了 Magic Plant 这个生命树 结果就很伤心 回到皇宫 就唯有认命 人必定会死 于是人的生存目的是做什么 就是尽情享受 建造城市 大兴土木 流芳百世等等 你听完这个故事 你就立刻会想到 跟圣经某些主题 都是接触过的 很多时候 世纪很多时候 都会跟这个Gilgamesh Epic 做一些比对 最明显的当然就是洪水故事 为什么会有天灾 神无端端降灾祸 没有解释 圣经的神学 非常不同 罗亚洪水故事 是因为人犯罪 暴力掩没全地 神就用公义去审判地上的人 创世纪三至十一章 就是处理另外两个人生 人类 自古以来到今天 都是挣扎的问题 就是死亡和永生的问题 几乎整个故事的主题 Gilgamesh Epic 都是环绕着死亡 死亡的真相 所以为什么要去找 长生不老的永生生命树 所以在近东的故事里面 经常看到一些生命树 在近东的长画 不同的雕刻 你都会找到这些生命树 是一种魔法的 magic plant 被人能够得到永生 人没有永生 在Gilgamesh Epic 就是因为人不幸运 在故事里面 很搞笑的 就是一个很狡猾的蛇 就是偷了这个magic plant 使人要认命 会有死亡 我们看创世的第3章 起码我们会得到 圣经说 人为什么没有永生 以及为什么要面对死亡 3章第1节 这里讲到人的堕落 或者人的叛变 耶路说神所做的 唯有蛇给田野一切的活物更加狡猾 蛇对女人说 上帝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圆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他忍对蛇说 圆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 唯有圆当中那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于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火树的果子好作食物 也月人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自卫 就摘下果子内吃了 又吸他丈夫 他丈夫也吃了 他们以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知道自己赤身露体 便是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作群子 近东的神话故事 邪恶有时是蛇代表的 是常存的 根本这个世界的原则 这个本质 由开始都是邪恶的 圣经提出另一个角度 射 怎样说也好 都是symbol of evil 它出现的时候 圣经讲得很清楚 它只是创造物之一 它不能够与神相比 是被创造主上帝所控制 所容许的 当然我们会继续追问 一切都为美好 为什么会有蛇出来 为什么会有所谓邪恶 邪恶的源头 圣经没有怎么满足我们人的好奇心 来解答 因为解答了也没用 但圣经提出的角度 圣经说 坚持邪恶不会高过神 不能够挑战上帝 另一方面 蛇出现 只不过是带来试探 带来试探的机会 试探这个故事 创世纪第三章 表明人 神创造人的时候 就是有道德的自由和责任 人不是机械人 在神美好的世界被破坏 是因为人的罪 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推毁的 我们都在这个故事里面 现代人很多时候 就看多了 我们就以为 女人多嘴的问题 女人是先犯罪 因为她连累了我们所有人 跌到罪里面 你小心读经 三章第六节 摘下果子来吃 又吸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原文有两个字 就是说这个丈夫是跟她在一起 说得很清楚 人的责任 就带来罪恶的世界 周座就自然来 创世纪一至第三章 你看清楚 亚当夏娃所谓 其实是人类的代表 作者在写什么呢 是每个人的故事 每个人的故事 或每个女人的故事 阿当 希伯文文 它是人类的意思 所以圣经译造 那人 即是 the human 其实是说我们每个人 都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都跌到这个试探里面 并且用了我们的自由 用了我们的道德上的自由 所以创世纪第一至第三章 说到人的堕落的时候 就很强调人的责任 这些和近东的故事完全不同 如何说到人的责任呢 就是用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近东的故事 刚才看了Cookumish Epic 经常提到生命树 或者是magic plant 被人有永生 圣经就相反 没有提过生命树 提过反而强调的 就是分辨善恶树 创世纪的故事里面 有很多象征的记号 我们不要单单直解 即所谓禁果 不是真的一个苹果 苹果是怎样来的呢 这个禁果是因为后期拉丁文 苹果这个字 和邪恶这个字 malum 和malus 即是阴相词 所以西方的基督教 就有这样的传说 就是禁果是一个苹果 好肯定不是说 吃了之后才能够分辨到好坏 分辨到是非 即是神不想人分辨是非 所以就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肯定不是指让 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 神的形象 有自由的 有道德的抉择 是分辨到善恶的 创世纪的二章已经有讲到 那么我们就问了 到底原文 希伯来文 这个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或者determining good and evil 分辨善恶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是举一节的经文 三号乙记下十四章十七节 这里形容大卫君王 我们上文一下 你别管 这里形容君王是什么 他说我主我王能够辨别是非 分辨善恶如同神的使者 所以是皇帝的用语 是形容一些君王 能够去断定是非 他就是那个赤代 他可以断定是非 你看回《创世纪》一至第三章 由第一章开始 谁去分辨万物的 神称光为咒 称暗为赢 神才是君王 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 讲到斯坦的故事的时候 就是人想去分辨善恶 就是说人想推翻神的主权 想自我作主 所以这个分辨善恶 就不是单单吃过水果那么简单 其实是一种叛变 有一个诗经家说得很对 他说这个试探的故事 就是The Garden of God 就是这个创造主 我不会认他为神 是我自己来断定善恶 断定是非 这是人类的叛变 叛变之后的结果就是死亡 死亡不是单单clinical的experience 不是单单肉身的死亡 死亡在圣经里面是一种熟灵的崩溃 整个世界本身创造的时候 你看到头七天的framework 是整整有条的 是一个很和谐的世界 神、人、大地都是一个和平的当中 但是人决定叛变了 很大件事 将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创造 去破坏 第三章9至19节 这里交代 人叛变之后 神以公义审判 我们不详细来说 但是这里的结构很清楚 有五个段落 第一个对话 耶和华審问那人 三章第十二节 就是審问那个女人 三章第十四至十五节 就是審问蛇 你知道这不是对话 是神 耶和华宣判他的失败 不是一个对话 三章十六节 耶和华宣布 因为罪闯入了世界 人叛变 有很多痛苦 女人会有痛苦 三章十七至十九节 第五段 耶和华宣布 对那人说 就是大地会受就座 神、人和大地 三方面 就全部破裂 我们很多时候想起罪 我们都会想起个人做的动作 一些individual act 当然这是确实 但是圣经里面 形容罪就更加大 就是形容sin capital s 意思就是 罪恶的状态 我们每一个都是有罪的人 不单止是我们有个人犯罪的行为 做错的行为 不义的行为 圣经甚至说 我们活在罪恶的状态之下 那个curs 那个奏了 所以 为什么人呢? 圣经说 就是需要神的救赎 所以我们看几节的经文 创实的第三章第七节 人叛变之后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这里一定是有些幽默 因为射港说你的眼睛会明亮 果然真的明亮 但结果是不好的东西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这个字又出现了 在这一章 就是一个负面的意思 是羞恥 犯罪羞 相反第二章尾出现赤身露体的时候 就是正面的意思 坦承 没有阻隔 人的和谐 关系上的和好 但叛变之后 人就赤身露体 知道自己羞恥 然后人之间 他们就有隔膜 他们就拿起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作群子 这是人为自己安排的救赎 创实的第三章第21节 我们看看神为半边的人做了什么 要说神为亚当和他妻子 用皮纸做衣服 及探存 人用自己的方法遮盖 是无花果树 捱得多久 又是取笑的方式 有神的遮盖就是皮纸 怎样说也好 都是暗时有生命的牺牲 是神为罪人 预备更好的遮盖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预表 将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 3章第23节 要说神便打发他那人 人的代表 出去伊典园 耕作他自己自出自土 于是把他赶出去 又在伊典园的东边安切 基努柏 和四面转动发火炎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我们的感觉 现代人的理解 就好像他犯了罪 神就把罪人踢出自己的架 然后就关门 希伯来文是很妙的 你知道以前的希伯来文 写的时候本身是没有音标 没有响音 所以如果你的音标 同样去到另外一种方法 去加罪的话 这一节可以这样翻译 就是耶稣说 在伊典园的东边居住 你看到 是耶稣空 不是之前的读音 但一样解得通 意思就是 神在伊典园的东面 在伊典园的外面 他捨弃了 他自己本身的圣索 去到和人同座 神愿意 看到人永远和他隔着死亡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要禁止罪人去拿生命树 这是一个恩典 因为在罪的状态 你再拿生命树 你继续永活下去 你就会在罪的状态永活下去 神居然离开自己的圣索 住在伊典的东边 和罪人叛逆的人同座 伊典的故事最一致 不是以神的公义来结束 是神的恩典 第二个近东文学和圣经有接触点的地方 就是死的事实 人既然会死 那么我们余下的生命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基加米斯的史诗 最后一段 他说当神灵去创造人类的时候 已经定了人会死 神灵自己才会有永生 Immortality 所以他就说这个王 基加米斯 就劝他做什么 就是劝他喝饱食嘴 建立城市 这个米索不大米亚 因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文明标志 就是city 就是城市城邦 Civilization 就是由赤身露体的野人 变成一个穿上衣服的文明的人 这些有点像古代的人民主义 Humanism 你看看创世纪四章开始 它其实就是讨论这一方面 就是四章开始 就有两个的家谱 我们不可以详细去说完 但是可以列出家谱 第一个的家谱 就是亚当之后藉着该人 之后传下来的家谱 这个就是越来越 跟上帝是远离的家族 一种人类 你记得该人和阿伯的故事 该人杀了自己的兄弟阿伯 结果该人就离开耶和华的人面 建造自己的city 第七代是拉麦 你追索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暴力 Violence 整个家族不单止没有上帝的同族 你跟着这条线的话 就是那些暴力遮盖大地 然后最后带来就是洪水的审败 第二个家谱 就是阿当再生 阿伯死了 然后四章二十五节 阿当和妻子同房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Zed 意思就是上帝给我立一个儿子 代替阿伯 因为那个人杀了他 二十六节 塞特也生另一个儿子 叫以罗氏 这个时候 人去求告耶和华的名 以罗氏 又再生盖南 然后继续生下去 第七代就是以罗 五章二十一节 以罗活到六十五岁 生马土撒拉 以罗生马土撒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而养他 以罗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以罗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 他就不再世上 然后继续生下去 到第十代 就是罗亚 我们看这些家谱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现代人的curiosity 我们就觉得 圣经讲到以前的古人 是很长命的 很长手的 几百年长手 其实这些数字就是象征成的数字 不是实数 但我们最重要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近东的人 圣经时代的人 要写家谱 这里看到对比两个家谱 特别是第七代 两个家谱第七代都讲多一些 该人的家谱 是暴力 以至洪水审判 因为人所建造的 是为自己的名 因为人所建造的 塞特之后的家谱 第七代就是Enoch 就是与神同行 代数三百六十五 就是全心全意 整个的生命 他反而经历到所谓永生 神将他娶 他 家谱是做了什么 家谱是一些身份的定义 就是定义你的identity 到底你是属于创造主 你是属于他名下 你是不是宣扬他的名 室特的后裔 开始呼求要画的名 呼求就是宣告要画的名 公开宣告高举上帝的名声 即是这群人得到上帝的救赎之后 他们坚持以神的名声为第一 有人说 在洪水之前 上古的信心为人有三个 第一个是阿伯 阿伯献上最好的儿子 相信神 去敬拜神 最后当然被该隐所杀 生命很短 为主殉道 但他却献最好的儿子 为上帝所预纳 第二个 刚才我们看二落 就是与神同行 你看到整个家谱里 都是强调的东西 死亡 不断有死亡 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 外面很多死亡的象征 无论是COVID-19也好 人的脆弱 但是他与神同行 就是由于在伊甸 和上帝同行 仍然经历到永存 经历到生命 第三个贵人 就是罗牙 二人 信上帝 他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虽然洪水审判他的世界 但是他免于这个审判 在恩典里面得救 阿伯信神 他自己信到死 以乐信神 他不用死 罗牙信神 其他人死 无论结果是什么 就是扣告耶和阿伯的名 宣告耶和阿伯的名 如果继续追创世纪 去到第十二章 阿伯拉罕 去建祭坛 你都可以扣告耶和阿伯的名 这个家族 这群人 就是不断地扣上帝的名声 能够被彰显 不是我们人的名声 不是我们人的文明 而是上帝的荣耀 我们不单止去到 可以反思一下 社会政治上跟我们的关系 其实我们个人都可以反思 扣告耶和阿伯的名 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祈祷 你不是单单为工作顺利 还是你调传 你去求的 你的愿景 就是在工作上 你可以如何将神的名声去高举 让人看到你的工作 是看到你背后的身 家庭、异慮 其实都是一样 我们求的是什么 当然 人之常情 当然是想他 每个人都怪 有好的成绩、好的品行 有好的成绩 有好的品行 但是扣告耶和阿伯 宣告耶和阿伯 圣经给我们的邀请和挑战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神多谢你 因为是你的救赎 在这个最恶的世界里 有死亡 我们看到人脆弱 看到我们自己也在生命中很短暂 但求你继续帮助我们 用我们所宣扬的 是你的名 帮助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工作 每一个的场所、社会、政治里面 是宣扬耶和阿伯的名声 构高你的名 特别在一个这么政治、不安的地方 这么动荡的一个时代 主求你 让我们继续坚持 去高举神理的名声 高举神理的名 你的名德永荣 感谢你对我们的救赎救恩 我们这样祈祷奉主明求 谢谢大家